请您为小仙做主 为了应援帝君的清语 请您将小仙逐处延续听宫 也算救小仙一命 言诞 言诞 无知先事 月薰宫是让你打磕睡的地方吗 见了帝尊还不行礼 拜见帝尊 小仙是远续天宫的仙士 名叫颜诞 颜诞 是你赐名的那株四叶旱旦 是的 帝尊 他如今在远续天宫服侍 上司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 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 他意在策 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御亲功 以被帝尊问话 颜诞 处在这里做什么 还不回宫 好的 好的 颜诞助帝尊 一生平安 天寿为殃 颜诞告退 颜诞助 颜诞助 你有功啊 为什么要急着走 吴要赏你 不过 此时到了仙界宵尽时分了吧 颜诞军出入天机阁 是要处理兵事 你呢 一个低阶仙士 为什么要去天机阁 小仙 小仙 音乐剧 吴记得你的仙士甚少 只有青云和陆景吧 子女化为人参之时 你救过他一命 现在又在你的眼虚天宫伺候 倒是有些机缘 如此去世 怎么不跟吴叔也说 弟尊 仙士调配 本来就是微末小事 仙神不得有情 这是上世原尊羽灭之时 定下的天条 此女若是对你动情 便是在挑战天罡 弟尊 请您为小仙做主 为了应援帝君的清语 请您将小仙逐出眼虚天宫 也算救小仙一命 小仙 原本是玄心哑 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士 奈何突然有一日 碰见了应援帝君 他欺负我仙鬼 小仙一时激愤 便上前斥责 责怪应援帝君 不该气辱天庭神兽 奈何应援帝君 堂堂的一个帝君啊 如此心胸狭隘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便把小仙调入了眼虚天宫 开始实施疯狂地报复 弟孙面前 你休得无言 一功之大 天尊不忘 打扫拖地 洗衣做饭 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 小仙虽然先临尚浅 可是小仙的内心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 弟尊 先是言诞 违反宵禁殿前施疑 罚 用灵鼠笔 抄天条百遍 献明日午时 上乘灵硝殿 是 有错当罚 有功当赏 小仙一定会抄写 天条天规的 那 这仙气 灵鼠笔 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 应援局 勿忘了思璇的前车之戒 和天条的情戒 陈诶 不 不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